大家好,欢迎来到厨房美食多 秋轨是这些年人们所热捧的健康养生食品 有很高的食用价值和经济用途 很多朋友都喜欢吃 但是大部分人的做法不是炒就是拌 有的人直接焯一下水沾着蒜泥吃都十分的可口 秋轨口感滑润 含有大量的年华汁液 具有特殊的香气 汁液中手含的果胶为可溶性纤维 是一款高档的绿色蔬菜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秋轨不一样的做法 秋轨吃了几十年 这样做还是第一次吃 不炒不凉拌,清脆可口 少油又健康 营养保全,做法特别简单 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吧 先往大碗中倒清水 再加入一勺食盐 用手搅拌溶解 再把秋轨放进去 先把秋轨浸泡几分钟 时间到再进行清洗 食盐具有杀菌的作用 用大眼水来对秋轨进行消毒杀菌 浸泡7分钟左右 能够去除其中的农药成分 就能去除大部分的农药 灰唇,藏物,细菌等物质 但是浸泡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10分钟 那样反而泡久了 会导致农药往秋轨内不渗透 其他反作用 现在我们再用清水洗一遍 这时的秋轨就非常的干净了 控水捞出 装入大碗中 我们再往里边 加少许的食用油 先把秋轨搅拌均匀 吃每一根秋轨都均匀的果香食用油 同时还能够形成一层保护膜 守住秋轨的水分 保留住秋轨的营养不流失 先放在一旁备用 现在我们准备几个小米椒切整圈 喜欢吃辣的朋友可以多切几个 再准备几个大蒜切整蒜末 先将切成片再切条 最后切成小丁 装入盘中备用 准备几根小葱 把葱白和葱叶分开切 葱白切成小段 接着葱叶切整葱花 切好后装入盘中备用 葱白和姜蒜末装到一起备用 葱花装到小碗中 这个时间我们再来调个料汁 碗中加入三勺生抽 一勺食盐 一勺好油提鲜 倒入温水化开 加入一勺淀粉 充分的搅拌开 使淀粉溶解 没有干淀粉颗粒就可以了 先放在一旁备用 先在蒸锅中烧水 水开我们放入秋葵 上汽以后蒸两分钟就可以了 这样蒸出来的秋葵口感非常的好 因为水分和营养都保留住了 很多朋友在炒秋葵的时候 都是直接焯水 秋葵的营养都流失到水里面去了 两分钟就可以了 时间到就可以把火关了 现在把秋葵夹出来 直接放到案板上 把秋葵放凉一些 我们就可以开始切秋葵了 先把秋葵的头尾切掉 秋葵中含有特别的药用成分 是一种非常营养的绿色蔬菜 常吃对我们的身体好处非常的多 现在我们再把秋葵从中间竖着画一刀 揉翻个面再画一刀 切个石子花刀的样子 像这样切秋葵会更好地入味 吃起来口感非常好 切好全部装入盘中白放好 接下来锅中烧油 油热之后我们放入切好的配料 先开中火 把配料炒香 炒香之后 我们加入调好的料汁 现在开大火收汁 把汤汁收浓稠 烧整酱粘稠度就可以了 关火 把料汁浇在秋葵上面 使料汁慢慢地渗入到秋葵内部 可以再撒些葱花点缀一下 这样一道非常好吃又营养的秋葵就做好了 按照这个方法做刷的秋葵 少油油又健康 关键是营养不流失 口感非常的脆爽哦 秋葵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脂肪 钙质 氨基酸 还有很多微量元素 我们多吃秋葵对身体是非常好的 但秋葵整体是一种偏良性的食物 平时容易受凉的朋友一定要少吃 或者是在烹饪方式上注意 一定不要生吃哦 视频看到这里了 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是多多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